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这一个Gallery Gallery我们教过很多种的 这个是自制的,我自己写的 然后会自制是因为这样子 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练习到对语法的理解 还有整个制作一个Gallery的概念 概念上的一个运作 基本上这是个练习 那当然它比较可以让你随意的去产生你要的东西 没关系,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我这个Gallery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把它创造出什么样子 很简单就是这样 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 我直接在上面点 我也没有什么 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扭 那里有个扭,都没有 我的发想就这么简单 点着,点着,点着,点着 它就会一张一张一张的移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要照这样子 我们整个一个运思跟构想的过程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首先第一个,你要设一个DIV 对不对 我这里有设一个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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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啊,里面的照片 把照片放在DIV里面 那很简单啊 你看这个规格 照片跟DIV的大小 当然就要一致了 有没有啊 DIV的大小跟照片的大小一致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再过来啊 你要一直加一直加 在这个DIV里面 一直加照片 你不用管 你要加几个随便你 这个好处就是这样 随便你加 你就一直加一直加 你加越多呢 它就跑越多 就是这样 好了 加完了之后 在DIV里面 把CSS语法写进去 在下面 当然要啦 这个程式就开始了 DIV 把CSS语法套进去 然后呢 DIV套进去的时候呢 程式码 没有 这个JQuery的程式码 这边有两个 一个两个 把它放进去 我会教你怎么放 放到HAND跟HAND中间 放进去就OK了 最后 我自己所设计的 为了教学上的方便 为了练习的方便 或者我个人的偏好 我喜欢用onclick 这个东西 所以最后这个 有没有 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呢 你把它放在 要点下去的 那个DIV 的地方 这是一个DIV 我把它放到这边 你一点它 一点它 它就会动 我们有点 到底要点在哪边呢 我们就要onclick 这个动作 放到 要点下去的 那个物件 基本上 我的概念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讲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呢 来学 这样子的东西呢 是怎么处理的 就会这样 好 照片出来的 首先按右键 那个复制图片位置 我已经讲过了 这是我喜欢 我喜欢教的东西 图片 这个composer 这个就不用我讲了 你应该就 就会composer了吧 这个composer 基本上这个就是composer 把网址呢 贴上去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尺寸 我们照片要做多大 就是我们要思考的 你这个composer的照片要多大 我们做400好不好 4267 有没有 对 我们就是做这样 同学要背起来 4267 懂我意思吗 是4267 刚开始我们那种照片 是要让你背 它的尺寸大小是多少 4267 先帮我背起来好不好 好 先不用管它 那这时候呢 DIV做起来 DIV 点一下 没有 DIV的大小 就是跟照片一样了 DIV CSS 属性点两下 属性点两下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排版定位 宽度400 对 完蛋了 刚才多少 267 应该是吧 267 4267 有时候呢 现在已经不太容易背得起来 好 确定 就出来了 4267 DIV先做出来 然后再过来呢 我们刚才怎么讲 我们刚才那个怎么做 再过来是什么 第二个 DIV的大小 要跟照片一样 对 先试看看有没有一样 好不好 先试看看有没有一样 好 这个第二样呢 贴录照片 刚才我们有的嘛 贴上先贴第一张 OK 尺寸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哦 好 尺寸 再确看看 你看啊 是不是4267 刚刚有没有被臭 4267 对 确定第一张 好了 第一张进去了 对不对 按Enter 继续不用管他 你继续不用管他 就开始了 他就讲 要不断加入照片 加到你爽为止的 我们就加三张就好 好不好 做不完 做不完 一样继续 贴上 贴上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尺寸 400 267 我这个照片大小都一致了 所以他当然就会形成这样子的状况 你看照片大小都一样 再继续按Enter 有没有 好 我们再弄第三张 复制图片 一样 这个第一张再插入图片 贴上 尺寸 400 267 确定 三张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什么 套路 CSS 拉到这个地方 CSS 从style到slashstyle 复制起来 复制 我们先把它贴到哪边 按原始码 各位有没有看到 要按原始码 要按 原始码 按原始码 在hand跟hand的中间 hand跟hand的中间 这个你要懂 这个我上课头教你 不懂我也没办法 hand跟hand的中间 贴上 有没有 好 基本上就贴上了 那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用它是点class 要用它这个class 有没有 这两个class都一样的 你只要一个就好 你只要一个就好 这我写了两个CSS 一个 点class 你要把点后面的这个字 复制起来 我们讲过了 好 现在你随便找个地方 点一下 找个地方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个div 要按这个div 不是照片 是这个div div 要给它什么class div 点一下 html 属性点两下 找class 按这里属性 找class 跟它贴上 贴上 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怎么会不见 对对对 你不用管它 反正基本上就贴上去的 储存 就算你可以跟它储存 确定 周面 然后呢 存档 ok 然后浏览 ok 就会是这样子 ok 刚才有点操作的小错误 没关系 你不用管它 直接跟着做 你把div 你把div 放到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跑像这样子的 恢复正常的 有没有 这个div 给它class 有没有 我们刚才这个class 这个class 这个class把它放到div里面 ok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降 这个是程式码 开始要copy 下列程式码 有两个 这一个 记得把它扣上去 这两个jackery的程式码 复制 这个东西就是设定 设定那个jackery的使用环境 所以一样在hand跟hand中间 我习惯在title的后面 程式码 最好放到上面 K上 就会是这样子了 就会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下面这个 这个script 到下面这个script 这一段呢 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 复制 你把它贴到 它的后面 刚才这两段的后面 贴上 就是这样子 这两个是程式的 程式的东西 我通通把它放进去了 在hand跟hand中间 确定 它还不会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要设定 click 点下去的地方 是按在哪边 对不对 这个click 这个地方有没有 注意哦 这里把它 复制起来 复制 这个两倍 这边有两点 对 两倍的中间 是两倍中间 这个地方 包括这个分号 两倍的中间 这个你通常要把它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然后呢 点一下 DIV DIV 我们已经讲过了 是要点在DIV 是要点在DIV 所以那个onclick 要点在DIV DIV HDML 属性点两下 这里 JavaScript事件 点一下 有没有 unclick自动出来了 再跟它K上 K上 你不用管它 就是这样子 注意这个分号一定要有 确定 好了 通通有了 储存 再跟它浏览叫出来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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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就出来了 基本上就出来了 所以呢 就是这么简单 就跟着这个地方做一遍 我这边有讲了 基本上你就会了 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